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中南半岛国家缅甸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 至今已经三周年 百姓们因为战火被迫逃离家园到泰敏边境生活 以为战争结束就能回家 但内战打打停停 边境上的难民村有增无减 没人知道何时才回得了家 缅甸和泰国边境的克伦邦卧里地区 这一个个临时搭建的简陋小屋 是缅甸民众为了逃离内战战火的战时栖身地 缅甸2021年发生军事政变 内战已持续三年 内战打打停停 边境上难民村有增无减 缅甸民众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流亡难民 回家的希望燃了又灭 原有人生停摆至今 战时栖身渐渐变成不知终点何在的漫长等待 一娃一开始就逃到卧里 随着逃亡群众从50多人增加到300人 难民村开始成行 村里所需的生活物资 一娃负责和国际救援组织联系 住在泰国美索地区的缅甸人 也会定期捐赠 一娃关心村民健康 以设备简单的小诊所因应 如何延续村里孩子们的教育 也是一娃烦恼的课题 那民村空出一块空间作为教学场所 教材由四处募集而来 村里现有的两位老师之一 24岁的苏纳迪赖出身教育体系 也是受到战火影响 还没能拿到正式教师资格 现在难民村客难展开教学工作 他希望哪一天国家状况稳定后 小朋友能回学校上课 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过渡期间 为小朋友做的准备 这次生活下渡期间 这次生活下渡期间 和小朋友们的家人 都没关注 我们人们来告诉大家 是不是有所谓的 在一场生活下渡期间 不加参加 最后一会儿 我们在一场生活下渡期间 都没有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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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大人滿眼憂心 對在難民村的孩子們來說 政變或內戰都是很遙遠 又模糊的概念 在難民村每天都可以 和一群同名的小朋友一起玩樂 但是他們想回家的願望 不曾消失 面對那戰戰火不停歇 儘管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結束流亡生活 難民心懷返鄉回家的希望 繼續堅持和等待著 中央社記者旅新會 克倫邦報道 近來新加坡連鎖超市 攜手高雄市舉辦台灣食品節 產地直送的金黃芒果 紅心芭樂等農產品正式上下 消費者大讚台灣最美的風景 不只是人 還有鮮甜水果 新加坡連鎖超市 陣列各式各樣台灣蔬菜水果 大批民眾搶著選購 因為就喜歡吃台灣的水果 就都很甜 台灣水果都很甜 就愛吃這台灣味 台灣食品節在新加坡開幕 連鎖超市此次和高雄市府合作 產地直送的金黃芒果 紅心芭樂及蔬菜水蓮等農產品 正式上架 高雄首選的水果跟蔬菜六種 在新加坡一定會引起很大的回響 特別是在金黃芒果這一塊 因為高雄今年又減半產出 但是又把新加坡作為一個最重要的產地 市場來推廣 生意銷量一直在提升 就是年年的升級 我相信有更好沒有更壞 最近去的台灣我看了那個高麗菜 我吃的很好吃 我也想叫洪大使幫我們引進來 開幕活動上50現場助信 主辦單位還特製剩下芒果汁 給委會人士飲用 期盼台灣蔬果外銷新加坡 持續創造佳績 中央社記者吳申宏 新加坡報導 南韓政府預定2050年 達到碳中和目標 近年來多方面著手 從開發電動雙層巴士 減緩空氣污染外 跟帶頭進行廢棄建物的綠色改建 大大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通勤時間 交通有色 還有無法避免的空氣污染 南韓政府為了解決首都圈居民 通勤需求及空物問題 自2017年起與汽車大廠合作 投入60億韓元開發電動雙層巴士 並從2020年起提供補助 鼓勵巴士業者 太患原有的老舊輕油車 截至2023年為止 已有100台雙層電動巴士上路 預計2024年還會再替換50台 如果以這個趨勢到2033年 更換370台綠能雙層巴士來計算 渴望減少空物處理費3812億韓元 約合台幣90億元 不只如此 雙層巴士的載客量為單層巴士的1.61倍 來往班次也渴望減少600趟左右 不只是電動雙層巴士為了實踐淨碳台 南韓工部門也帶頭綠色改建 首爾市的江東區廳 7年前因為辦公區域不足 廳設老舊 買下隔壁廢棄的舊景局進行綠改建 成為工部門環保改建的模範代表性案例 江東區廳透過補強隔熱層 裝設高效能冷暖房設備 LED燈 太陽光電板 以及熱回收型通風設備等改建措施 能源使用效率提升超過7成 而根據報告 南韓2022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已降至6億5450萬噸 比前一年減少3.5% 但因為興建案增加 建築部門的排放量不減反增 因此老舊防設改建及改善既有建築能效 擴大零耗能建築的政策勢在必行 裝設計人廖宇洋收而報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宜霖 我們再會 OK OK